病 要靠自己救 作者 福安谷观音阁 我见过一些病人的家属 家属信佛 但病人不信佛 而病人得的又是业障病 这时要怎么办 这个时候 我也是摇摇头 病人自己不信佛 你跟他说 念佛 放生 做功德 他不仅不信 而且毁谤 你说怎么办 这时 我只是无奈地说 病 只是靠自己救的 个人吃饭个人饱啊 病 真的是自己救的 有的人 亲属信佛 也很真诚 病人不信佛 那真的没有办法 色身可以坏呀 坏了莫关系 但是法身呢 什么叫做法身 信因果 信佛菩萨感应 就是法身呢 救法身胜过救色身 你想 一个人生病了 尤其是业障病 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情了 人是不会生病的 所有的病 都是违背了天道而产生的 尤其是癌症等业障病 更是严重违背天道 一个人违背天道 必须就色身上会生病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 如果想病好 还是靠病人 自己能反省过来 病人能反省过来 那磨他的病 自然容易好 怕的是病人一直都无法反省 那磨亲人也无可奈何 你想想 他饿了 你能替他吃饭吗 病 本来是让病人反省自己的机会 还不懂得反省 那是很可怜的 解决的方法 多做善事 祈求佛菩萨加持 病人能信因果 信仰三宝 这一点比较重要 至于对方身体能不能好 倒是不关键了 他能信因果 信三宝 自己下地狱了 都可以出来 他信了 自然就有救了 他会自己救自己 如果不信因果 不信三宝 救活了这个臭皮囊又有什么用呢